大家好,華記2月20日報導 今天講一宗新聞香港很多人都關心 就是公屋的住戶開超跑 用不需要交一間公屋出來 我今天就以一個專業的角度 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問題情況在哪裡 我本身就是ERB僱員載培訓計劃的 地產代理界別的技術顧問 所以回答這些問題我就要很小心 我不如詳細講解一下 如果在香港你住公屋的單位 有什麼情況是會被房屋署收回單位 第一個重點大家記住 就是你在香港 無論你是公屋的戶主也好 或者住戶也好 是不是你名字登記做戶主也好 如果你在香港的其他香港九龍新界 你是有私人物業的 已經抵觸了資助房屋的條件了 所以你肯定就要被人趕走 你住在香港的公屋 你是不可以擁有香港港九新界的任何地方的住宅 大家要清楚這點 好了 現在就說如果你駕駛林寶 駕拉里 駕超跑 駛駛駛駛 那會不會被房屋署趕走 因為在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香港的公屋是給一些低收入人士 做一個資助房屋的 如果你是富豪 你駕駛幾百萬一個超跑 駕駛幾百萬的靚車 你霸佔公屋單位 那又不通的 是不是 那怎樣去理定 你是超過了資產審查 或者入息上限 第一 如果你在公屋那裡 你有一架超跑 你是譬如五年前買 四百萬這樣計算 那其實你已經是違反了資產上限 為什麼呢 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是一人家庭的 現在以2024年的最新計算方法 是可以有130萬的個人資產 二人是可以有190萬 三個人的家庭的居屋單位 你的資產上限是245萬 那如果你是住三人家庭的 你的車都400萬 那不用審了 你一定是超過了 那你就要被人叮走 那有些人就會很關心 那如果大陸有層樓 是怎樣算 會不會被人收回一間公屋 我以一個三人家庭來說 如果三人家庭的資產是195萬 那如果你在大陸買一層樓 譬如是130萬的 130萬 那不算裝修 沒有批價這樣算 130萬 那你如果以三人的家庭來計算是195萬 是可以買大灣區樓 或者我做日本樓 是可以買你沒有超過入息上限 甚至乎再誇張一點 如果你是十人家庭的 你的資產是可以有600萬 那問題就是說 大原則你是不可以有在香港 你住在公屋 你有香港九龍新界的 無論一手還是二手 你都不可以持有 但是你可以去買 譬如現在的小巴 由700萬跌到70萬 如果你是四人家庭 你可以有300萬的 你可以買一部小巴 你作為一個公屋的護主 因為他70萬而已 你可以買日本樓都可以 你也可以買工商樓都可以 你可以買一個香港的寫字樓 都可以的 只要不要超出你入息的上限 還有記住 房屋處不會立即跟你劃線 每兩年有個資產和入息的審查 你是需要申報的 即是每人住公屋的單位 你有兩年時間去準備 譬如你今年買了一層大灣區樓 或者買了一層日本樓 兩年之後會申報 那層有沒有升值 升了多少呢 如果升了值 你怕它超過了 你就會被房屋處趕走 這件事是沒得商量的 只要你的資產一過了 房屋處離定的資產的淨值 你就要離開那間公屋的單位 所以你在未超過的時候 或者未到新舖的時候 你可以賣了那層樓 然後那些錢你就可以貴贈 譬如捐去公益金 或者貴贈給一些公屋以外的子女 你可以給的錢貴贈給他 總之你的錢就不要過了你房屋處 這個是人都知道的方法 譬如我現在那層樓 無情情升了兩倍 我買的時候一百萬 現在升了三百萬 今年買明年升了三百萬 怎麼辦呢 那你立刻賺了一些錢 貴贈給公積金 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不要說到這麼白 總而言之資產沒有超過 它就可以讓你容許繼續住在公屋 這是重點 第一在香港不能持有任何一二手住宅 第二你買這個寫字樓也好 香港買寫字樓也好 香港買小巴也好 香港你買意外的海外物業 譬如你說大灣區也好 日本樓也好 那就是可以的 不要超過資產的上限就可以了 如果你買的士就死定了 因為的士已經是 說幾百萬 大部分都過了 如果你買的士 或者你買倫敦樓 倫敦樓都過了 通常因為他起手住宅了幾百萬 所以在這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精明的公屋市民 你說喂 那是不是有錢不可以去投資 那我買了股票賺了錢怎麼辦 那也沒有了 你買股票如果超出了你入息的上限 其實你都是違反了這個入息審查 不過你記住每兩年 你記住房屋署要求你每兩年 申報一次的 那其實你有自己的時間可以走賺的 你懷贈了他也好 捐去慈善機構也好 其實你是有方法的 那我不方便覺得這麼白了 作為一個專業界的人士 所以我就給了以上的意見給大家 那你說喂 我現在剛剛在公屋那裡住 四人家庭可以有三百萬資產 我剛剛買了一架林寶堅尼 十五年的 以前五百萬 現在四十萬就買到了 那行不行呢 都行的 即是你以今天是買入 但你說不是啊 如果我十年前買到四百萬 現在的價值 你十年前已經過了資產 那樣就死定了 所以就算這一刻 譬如你今天 你的資產是多少 那你那一架二手車 如果大家不明白 你可以打電話去房屋署問清楚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旁邊的表 就寫得很清楚入息上限是多少 那希望我這條片就幫到大家 你住公屋其實都可以有一些投資 但是就一定要小心那個資產的上限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現在我在哪 我當然是在這個中山海岸繆紛城 因為最火爆的樓盤 但是現在告訴大家 今次發達了 因為為什麼呢 第九棟準備加推 是準備加推 Wubi 當然了 Wubi 你今天跟家燕姐的衣服很搭 當然 我特地穿到這樣搭家燕姐 你知道現在這個樓盤多火熱嗎 現在第十棟已經買得差不多七七八八 接下來就會加推第九棟 如果大家想跟家燕姐做鄰居 記得今天我們看這個看樓團 不要錯過了 全G三國最好吃的燒鵝 其實不是第一的 是第二 她說我們善用的鵝都是八至九斤的鵝 經過那個 鵝採 自己的 用了二三十年的配料 掛皮水 和風乾大概在八個小時左右 每天下午回來 醃後的鵝大焦了就可以燒得了 用果木 泥芝柴 和我烤製 要花很多心機在那裏 在那裏看自己的 加柴 控制那個火的溫度 烤出來的燒鵝 的皮是特別脆的 味道是 三十年的味道 沒有變 即是做每一道菜 你付出一個 如果 汗水得到客人的那個 即是認可 我們作為一個做出品人 就最大的一個份量 大家好 我是華記 日本發展商 Shunshai社長 好多人問我 為何要來日本這裏發展 其實很簡單 我在日本這裏找到機遇 我在這裏買地 規劃 管理 起樓 可以起到合法的民宿 由月租的單位 變成日租 在全亞洲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要做包租工 一定最高的被動收入租金回報 一定是東京和大阪 因為這裏政策的關係 政府會給你一個合法的民宿牌照 而我們就是大廈的管理處 我們容許你做民宿 這層樓你買了之後 你有自己的樓契 可以自由轉讓 而把握2030年 大阪的賭場效應 來自世界國地的旅客 都會入住我們的民宿單位 在這裏創造 被動的收入 大家可以來我們東京的陽光大廈 就在東京鐵塔側近 或者大家可以來到大阪的深齋橋側近 我們的大阪陽光大廈 或者即將落成的世紀陽光大廈 又或者你直接可以去我們香港九龍尖沙咀 廣東道332號 日本發展商 Shunshai陽光大廈的展銷廳 你除了投資可以拿到租金的封口回報之外 你還可以賺到未來這幾年的租金收入 在日本旅行 你是完全是用租金來抵消你的洗費 除了你投資會增值升值之外 你還會買到前所未有的開心 一年來兩三次旅行 其實洗費都是你來自租金的回報 留待到2030年 在大阪賭場建好之後 你持有的物業超過五年 賣出去你的資產增值稅還減半 到這裏大家有興趣的 歡迎WhatsApp 852-9721-6618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